我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剛開始是把Fone回圈改成File回圈 那在Python裡面回圈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回圈 你沒有辦法把回圈敘述寫清楚的話 那你後面可能很多地方都沒有辦法把你想做的把它做出來 尤其像比如說像結合這樣串列 後面還會再講到有關串列 那串列的話就是說有點像其他語言要正列 不過在Python裡面叫list 翻譯叫串列 實際上也是放很多量的資料 那我們必須透過一個回圈 把裡面的資料逐一的拿取出來 看要做什麼樣的之後用途 或者用壞回圈也ok 所以這兩個回圈非常重要 再來的話就是九九成法表 改成壞回圈、直速的應用 再來就是我們有寫了幾個直速的判斷 再來就是制定那個function部分 這邊def define一個制定函數 另外的話我們也寫了一個練習題 就是猜數字遊戲 猜1到20之間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剛開始寫 就是讓他不斷猜 猜到為止 不過後來是有寫 寫一個只能猜三次 ok 不過後來好像我發現 那個程式好像有點buck 為什麼?因為他跑完之後 他跑完了就跳離了 他不會再進入到這個回圈裡面 再做一次邏輯判斷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跑三次的話 也許上次的寫法 你要再修正一下 也許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裡面還要再多一重邏輯 判斷說他是不是猜一三次 然後呢 而且沒有猜對 如果沒有猜對的話呢 那就跟他講說你猜錯了 而且最多只能猜三次 可能那個上個禮拜那個破回圈 恐怕還要再做修改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就是說 在雲端白板裡面第三個單元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接著繼續來看 這第三個單元裡面 有一題這個上禮拜這個猜數字遊戲 那可能請各位看一下那個練習題 Mind CAI 那這個Mind CAI裡面的話 我現在Demo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猜 他會先 乱數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月份的英文名稱 那英文名稱的話 我希望能夠 這個乱數跳出來了 一到十二月 他乱數抓一個 所以就是用那個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裡面呢 在那個什麼呢 在一到十二月裡面 隨機的抽一體出來 另外的話呢 我要輸入什麼 正確的月份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他跳出一個 問題為這個是幾月份 那我就輸入數字就可以了 那數字假設我隨便猜一個錯的好了 一月對不對 答錯了 那再來呢 二月 還是答錯了 OK 所以如果說我要能夠 假設一直答錯 他就無窮回圈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開頭可以寫個 File 1 冒號 OK 然後呢 當你答對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6月 OK Enter 那他如果答對了 那他就break OK 所以這上禮拜講過了 Enter一下 答案正確 那基本上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題怎麼寫 所以首先的話呢 你恐怕要思考什麼 我要怎麼樣在一到十二月份的英文 把它抽一個出來 那第一個當然你需要產生一個串列 特別注意哦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串列 串列的形式哦 請各位務必要注意一下 在Python裡面哦 串列的形式哦 就是你可以放多個字串 或者多個數字啦 反正就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而且串列裡面哦 他不限制說你只能放字串 你夾雜也可以啊 裡面有數字有幅點都沒有關係 甚至呢 串列裡面還可以再放串列 就二維串列 OK可以放很多量的資料 OK 那因為哦 如果你將來不用串列的話 那你大量的資料 你就沒辦法放進來了 OK 所以哦 串列非常重要 但是 可能要一點注意哦 就第一個 他的形態一定是中瓜壺開頭 中瓜壺結束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把一到十二月份的資料擺進來 不過哦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你會發現我剛開頭多一個空的 OK啊 豆點 那為什麼剛好開頭是空的哦 因為哦 開頭這個編號一定是零 因為他的編號從零開始 因帶從零開始 所以有個麻煩 如果你 假設你把那個一月哦 Generally放第一個的話 它變成 一月就是編號零 二月邊剛好一 那相差就剛好一 所以很麻煩啊 你每次都要轉換 比如說你要 哦 它輸入了月份 那你要再把它減一之後再比較 才會正確 所以我後來發現那個邏輯很麻煩 乾脆怎麼樣 不用轉 你就直接在那邊塞個空的 所以以前哦 寫Java一樣哦 我乾脆塞個空的就好了 我不用去轉來轉來 這的話還要減一加一 這太麻煩了 所以只要什麼減一加一 餘率把它改 那這個差別 就是說哦 會多浪費個空間 哦 有影響嗎 完全沒有影響 現在這個記憶體那麼大哦 完全不會影響 那另外的話哦 一到十二月份的這個英文哦 假如說你怕那個 你每個都要拼字拼出來的話 很麻煩的話哦 其實要做一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其實哦 你只要利用什麼 利用Excel 你在Excel裡面哦 你一定要輸入一月份 一月份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一到十二月份呢 自動就出來了 因為在Excel裡面哦 他已經幫你把這個清單就建好了 你只要channery 輸入之後 向下填滿 其他月份呢 就自動出現了 那一樣你就把這個清單哦 把它擺在哪裡 擺在Python裡面 就OK了 好像可以懂我的意思啊 不過哦 如果你跟Excel比的話 其實Excel的優點 就是說哦 它本身就會有很多的串列讓你放資料 而且是看得到的 但是在Python裡面哦 都是看不到的 放在記憶體裡面看不到哦 OK 那我們就是放個串列 編號這個0 這剛好是1 那將來如果你要取出這個資料的話 特別是哦 你將來就是這個month 如果你要取出這個資料的話 你就在month這邊有沒有 加一個中瓜符1 就是取得那個資料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取得什麼 誒這是幾月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就是 用month等於random range 那我就在1到12月之間 乱數抽一個 OK 所以剛剛呢 比如說抽出來就6 6月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把那個6 放到這個month裡面去 那month就是會是一個數字6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input 這個地方input 就是讓使用者輸入 欸問題為 這是幾月呢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6啊 你不可能說問題為6 欸 那我們怎麼辦 我要如果要抽到這個的6月哦 比如說這邊的話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編號從0開始 0 1 2 3 4 5 6 那我要把這個拿到哪裡呢 那這個這個 這個資串呢 拿到哪裡呢 拿到這邊來 串到中間的話 特別是哦 它的敘述方法一定是這樣啦 如果你要取得 串列的哪一個 哪一個值的話 那你就是month string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就加一個中括弧 給它它的編號 當然你就輸入6啦 不過因為 我們這個6的值 實際上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你就month把它放進來 這樣子意思就是說 欸 我乱數取得那個月份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讓它顯示出來哦 問題為 欸 這個gene哦 這是幾月呢 就跳出來的 然後並且怎麼樣 讓使用者輸入 那輸入的話 如果輸入1 它比對 所以底下的話就跑一個 無窮迴圈 壞一帽號 如果呢 我輸入這個m 假如我輸入了10哦 是1 1是不是等於6呢 當然不是 所以怎麼樣 會跳l 答錯了 那再來怎麼樣 底下這邊一樣哦 這一行哦 實際上就是上面這一行 把它直接怎麼樣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有沒有 欸答錯了 你再輸入一次 那我倒是2月 那又輸入跳回來 欸還是錯 問那再 再來就6 6的話呢 兩邊6 就match6了 然後當然就答正確了 最後就break OK 我們就完成這一題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哦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 要多學一個 所謂的串列 那因為後面的話 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會使用到串列 哦 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你後面那個串列 假設不熟的話 請各位哦 先把這個 mance C.I.J. 這一題練習題哦 先試著做做看哦 OK 非常非常複製